有些东西,似乎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后,才会深刻地搞清楚,弄明白,可有时正是因为懂得太迟了,才会留下终身的遗憾。 童大爷在世的时候,大儿子对其赡养有加,关心备质,他很满足,童大爷走了,表面上看,走得安详,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二儿子有所牵挂。 今生父子情,来世还相思。 大家好,我是父亲的大儿子,自从结婚就选择留在了父亲身边尽孝。 我对父母言听计从,从来不和他们顶嘴,在日常生活上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幸福、知足,是我和妻子的最大心愿。 因为,在我看来,父母的年岁越来越大,再多的金山银山,都抵不过陪伴二子珍贵。 更何况,我二弟名语又远在千里之外,回来一趟特别不容易,尤其是这十年来,二弟回来看望父亲的次数趋之可数。 父亲说,他想二弟,但是不想让我过多地打扰他。 在父亲心里,二弟才是他永远的牵挂。 我原本有一个特别幸福、团圆的家庭。 父亲是一名技术工人,母亲是教师,他们生养了我们兄弟二人,分别取名为名声和名语。 提起我这个二弟,真可谓命运多舛。 按父亲的话讲,母亲怀上他纯属是个意外。 但是既然母亲怀孕了,父亲执意要留下这个孩子。 二弟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感冒,烧成了肺炎,由于耽误了治疗,病育后的二弟身体始终不怎么好。 十岁那年又得了慢性胃斗炎,厉害时,疼得满地打滚,大汗淋漓。 二弟十二岁那年,我母亲意外去世,十年四十二岁。 母亲的突然去世,给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以泪洗面,精神恍惚。 在他眼里,年幼的二弟是个苦命的孩子,必须替母亲照顾好二弟,让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父亲对二弟的偏心是有目共睹的。 我没结婚前,父亲开工资了,就会给二弟买各种好吃的。 每年春节,父亲都买新衣服给二弟,哪怕没有我的份,任凭我怎么闹腾,父亲也是全然不顾我的感受。 我比二弟大七岁,其实,我并不怨恨我父亲不待见我,因为我很清楚,父亲觉得从小就没妈的二弟太可怜了,给他吃点天饭,也在情理之中。 我结婚那年,二弟明语正好考大学,他考上了二本院校,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父亲说,咱这个小县城,学计算机的,将来不好就业,等二弟毕业,在南,也要送他去南方的大城市去发展,在南,也不能亏了二弟的未来。 四年后,二弟毕业就去了深圳,在那边的一家私企做起了技术员。 他说,他热爱计算机类的工作,他也喜欢深圳这个漂亮而有温度的城市。 刚去深圳那几年,二弟入不敷出。 上进的二弟付出很多,但现实特别骨感,这个道理,父亲不是不明白。 为贴补二弟,开始那几年,父亲每个月都要给二弟赚取租房费,生活费等,费用两千五百块钱。 后来,二弟技术好了,收入高了之后,父亲就不再转钱给他了。 二弟去了深圳,离故土千里之外,父亲难免牵挂依旧。 慢慢地,父亲忧思成疾。 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和妻子一商量,就把父亲从农村接到了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很清楚,二弟不在父亲身边,我作为长子,必须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孝敬,赡养父亲的责任。 父亲住惯了农村,冷不盯进了城里,哪哪都陌生,还真是不习惯。 我怕他白天寂寞,就给他去宠物市场买了一条小狗回来,每天让父亲拉着他到小区,公园里溜达,散心。 父亲在农村时,有事没事的就爱看钓鱼,他不是不想钓鱼,而是不舍得花那多钱去买钓具。 我妻子尚赶着拿出一千二百块钱,给父亲买了两套质量较好的鱼竿,支架,遮阳伞,网兜等鱼具。 父亲乐得何不上嘴,直夸他有福,遇到了一个贤淑孝顺的大儿媳妇。 人们常说,健康的秘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为了父亲有一个硬朗的身体,尽情享受他的晚年。 我给他特别买了一台华为智能手机,让他在网上学习打太极拳。 别看父亲年纪大了,可恶性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 他学了三个月,终于可以勇敢地去河滨公园的广场上露面打太极拳了。 父亲的血糖有点高,平时我给他设计了自己的专属菜谱。 一周七天,从周一到周日,每日三餐吃什么,我都把菜谱打印出来,挂在厨房。 为了父亲的安全,怕他在我和妻子白天上班的时候发生意外,在征得父亲同意的基础上,在客厅和他的卧室安装了监控。 父亲对我和妻子的贴心照顾,很是满意。 他常说,名声啊,你二弟常年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我有好几年没看到他了。 你和你媳妇替你二弟这么细心地照顾我,你跟爸说句实话,你们有没有想法? 我妻子是爽快之人,还没等我答言呢? 他就抢先接过了话茬。 爸,看您说的,谁的爸妈,谁不心疼啊? 我们对您做啥,都是应该的,更何况二弟明语离得远,工作又忙,我们是当大哥,大嫂的,替他尽尽义务,孝敬您老人家。 这有啥的呀?谁让咱们是一家人了呢? 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 爸,您在我家养老,有啥要求,有啥心理话? 尽管说在当面,我和名声都能给您办得妥妥的。 只要您身体好,心态好,没心理负担,健康长寿,我和名声就心满意足了。 我父亲顿了顿茶杯,常常是略有所思地说,你二弟名声也结婚了,孩子都三岁了,过去那些年他日子过得苦,我帮衬他做了一些事情,花了一些钱,我也是无奈之举啊。 你们没意见就好,没意见就好。 那几年,明宇的公司搞技术创新,常年学习培训,外出不展,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顾及父亲。 父亲心里是想二弟的,可他总是报喜不报忧。 只要二弟打来电话,全程通话时,父亲都是哈哈大笑,向二弟传递我在你大哥这过得非常好的信息。 二弟知道父亲被我们照顾得不错,也很是放心。 他每年给父亲转来三千块钱,父亲总是收得小心翼翼。 父亲说,这钱要留着,一并攒下来,等二弟家的儿子上大学时,给小孙子包一个喜庆的大红包。 父亲手里攒了多少钱,我和妻子谁也不知道。 自从二弟结婚生子,十余年来,父亲和二弟只见两次面。 二弟的电话,视频倒是很多,可回老家的次数趋值可数。 无论通话视频还是见面团聚,在二弟面前,父亲永远都把最开心、最健康的一面展示给二弟和二弟媳。 父亲说,你二弟名语从小媚娘,这二十七年来,我生怕让他感觉缺失父爱,生怕让他分心而影响工作和家庭。 你们替你二弟扛担子,解忧愁,老爸谢谢你们。 前年春天的一个上午,父亲早早就起床了,自己偷偷摸摸就下了地,翻箱倒柜翻出来一套平时他最喜欢的衣服, 悄悄地到客厅的大镜子前整整衣襟,说啥也要回老家去看看。 我知道父亲的举动很是奇怪,但思乡心切的人,我不好拦,拦也拦不住。 我顺从了我父亲,我说,爸,你等我吃完饭,我送你回去吧。 父亲摇摇头,坚决要自己回去。 我见父亲精神头还可以,也就没再阻拦。 他一个人做献祭,大巴就回到了老家。 父亲是早上去的,下午两点回来的。 父亲回来后,没什么反常,只是说自己口渴了,想喝口水。 我递给父亲一杯温水和一串葡萄,让他平复平复气息。 我刚要转身去洗手间,父亲一把把我拽住了。 把我吓一跳,就问父亲爸,你有事儿啊? 父亲嚼了嚼嘴里的葡萄,稳稳心神,一本正经地和我说, 名声啊,老爸我这辈子挺知足,这么多年来, 你和你媳妇对我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小心翼翼,老爸吃香得喝辣的,晚年既滋润又幸福,隔壁老王头羡慕得不得了啊。 老爸谢谢你们两口子,你们受累了。 名声啊,老爸今天特别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 老爸回老家去了一趟,看到了我的老房子,也看到了我的发小,更看到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坟地。 爸这一生,没啥牵挂,就是希望日后你能像我对待名语那样,去照顾他,理解他,遇到事情了,别和他纷争。 你当大哥的,就要有大哥的样子和担当,你能做到吗? 父亲这番话,说得很突然,因为平时他从来不说我和二弟的事情。 如今他语气沉重,意味深长,我倒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可一时间又看不出什么异常和破绽。 我连连点头秤时,人有三急,就割下话题,转身进了洗手间。 前后,也就五分钟不到,等我洗完手出来看父亲时,父亲的头歪在沙发上,双眼微闭,手里还拿着那串吃剩下的葡萄,安详离世,嘴唇上有一颗黄豆大小的黑紫色咬痕。 我抱着父亲哭了很久,清醒之余,还是妻子点醒我,一边给二弟名语打去了电话报丧,一边翻看父亲的衣物,看看他老人家是否留下了什么遗嘱之类的东西。 在父亲的上衣内兜,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打印的带有父亲亲笔签字的遗嘱,上面写得很简单,就三条。 一,我大儿子名声,夫妻俩独自赡养,我的晚年有功劳,我名下的房产一做,全部份额留给大儿子名声。 二,我二儿子的孩子上大学时,从我留下的遗产现金部分,拿出十二万给他,是做爷爷的资助,就算我们祖孙彼此留下个念想,其余三十一万,全部留给大儿子名声。 三,二儿子名语从小没妈,挺可怜的,希望我不在的日子里,大儿子名声要多多理解和帮衬名语,哥俩要多亲多近,幸福一生。 读完父亲的遗嘱,我哭得稀里哗啦,我让妻子从头到尾再念了一遍遗嘱后,当着妻子的面,把遗嘱撕毁了。 在妻子的支持下,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就等着二弟回来在意。 二弟和弟媳妇儿连夜从深圳飞了回来,时隔十余载,二弟再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可这一次,他还是来迟了,与最疼他的父亲阴阳两格,只有扼腕叹息,哭天喊地的份了。 二弟进屋后,双息跪地,嚎啕大哭。 大哥,爸怎么会这样?爸怎么会这样? 他和我通话,视频时,想来和我笑呵呵的,从来没说他有过什么病,如今,咋就这么突然离世了呢? 同名声,你是怎么带我爸的?你说呀,你说呀。 面对二弟的质问,我一声不吭,我心里明白,说的再多的言语,此时此刻,都是苍白无力的,此时此刻,我们哥俩就像墙头的草,再无双亲,可怜得很。 一旁的四舅爷看不下去了,拉起二弟下楼了。 半小时左右后,二弟再次上来,拉拉我的手,转而低下了头。 情绪慢慢失控的二弟,突然哭得撕心裂肺,爸呀,爸呀,爸呀。 父亲下葬后,二弟在我家又住了一夜。 那一夜,二弟非要和我睡一张床上,他说,他没爸了,我这个大哥,像极了他的父亲。 第二天,二弟起身要回深圳了。 临走前,我给他带了两箱地产的纯粮酒,还有父亲留下的一套被褥。 在被褥的中间,我把父亲留下的房证和存有43万存款的银行卡,悄悄塞进了二弟的行李箱。 我心里永远有二弟,却在无心心念念的父亲。 2021年的4月14日,成了我和我二弟永久的痛,同大爷缺的还真不是钱。 他的退休金足够养活他自己,更何况这么多年来,全是大儿子在赡养。 从他日常对二儿子的思念来看,他缺的也许就是陪伴。 二儿子多船的命运,写满了同大爷对他的牵挂与偏心,可十余年来,同大爷再没见过二儿子最后一面,虽是父子远隔千里,来往不变,但这种遗憾,真的是没有任何理由。 遗憾而悲催,做老人的,不能太偏心,上了年纪以后,在儿女面前,更不能报喜不报忧。 不要以为这是在减轻儿女的负担,相反,真要是有个马高登短,措手不及,甚至悲剧降临,反而会给子女留下无尽的遗憾和纠结。 不得不说,名声的所作所为,是我们的榜样。 他十多年如一日,没有攀比,不辞辛苦,毫无怨言地赡养老人,其孝心感天动地,面对父亲留下的大额遗产,他不为所动,在二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悉数给了二弟,其行为不仅不是违背了父亲的遗嘱,更是有责任,有爱心,有担当的, 最有颜色和最具亲和力的表现。 给名声点赞,愿忠孝传承,愿世间风景皆如你我期盼之靓丽,美好。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男人才善变。 生完孩子之后,老公以为他吃定了我,对我越来越敷衍,因为不想陪他兄弟吃饭,他当众打了我一个嘴巴子。 不但骂我矫情还说要治治我的公主病。 很快他就知道,离了我他屁都不是。 下班的时候,老公秦宇破天荒地来公司接我,说想好好跟我吃顿饭。 原本,我以为这是他给我准备的一个惊喜。 毕竟,昨晚我们刚因为带孩子的事情吵了一架。 半夜,孩子哭了,我睡眼惺忪地起来哄孩子。 秦宇不但不帮忙,反而因为被孩子吵醒了而大发雷霆。 甚至,他还跑到隔壁屋去睡了。 当时我的暴脾气就忍不住了。 等孩子睡着,我去厨房灌了一壶凉水,浇了他一头。 他被焦醒,对我破口大骂。 我冷冷地看着他,你再骂一句,我下次泼你硫酸,你信不信。 大概,我当时的表现太过骇人,他吓得马上进了声。 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冲我抱怨,我有起床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昨晚实在太困了,就说了你几句,你就教我一头,这要教坏了,连连可就没有爸爸了。 我望着眼前这个嬉皮笑脸的男人,心里有一些苍凉。 这个结婚前,我咳嗽一声,都要半夜起来给我熬冰糖里水的人,现在竟然有起床气了。 不过,自从我生了孩子,秦宇的却变了。 生孩子之前,他信誓旦旦。 他说等孩子落地,有他,有他妈,我就负责生一下,其余的都不用我管。 可是,等孩子真的咕咕落地,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一个人的。 让他抱孩子,他不会。 让他给孩子充奶粉,他用冷水充到孩子拉肚子。 做错了事情,他就一摊手,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 哎呀,我一个大姥爷们,不会干呀。 照顾孩子,还得是你们女人,女人精细。 谁让你是孩子妈呢? 做妈妈的就得多做一些啊。 我已经忍秦宇很久了。 我盯着他,半开玩笑似的说,与其丧偶是育儿,不如真丧偶。 他脸色难看,你是不是有病? 连个玩笑都开不得了现在。 我冷哼,我也不过是开个玩笑,你急什么呀? 他看了我半晌,气呼呼地摔门而去。 婆婆在一旁抱怨,你一个女人,嘴巴这么厉害干什么,就不能让着她点。 我问我婆婆,你儿子怎么就不能让着点我? 婆婆哑口无言,使出撒手锏,就吵吵吧,再吵吵下去,你也不用让我给你看孩子了,我眼不见心不凡。 我是远嫁,休完产嫁之后,只能婆婆来带孩子。 她明明带的是兴着她儿子兴侍的孙女,但口口声声都是帮我带孩子。 好像她儿子是个死人。 但我赶着出门上班,没有跟婆婆继续吵下去。 说到底,我跟婆婆的矛盾,还是跟秦宇的矛盾? 我没必要跟婆婆吵。 白天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跟秦宇的婚姻到底还有没有必要持续下去? 我有工作,有独立养活孩子的能力。 虽然我没有房子,但我婚前还有一笔存款,付个房子的首付没有问题。 离婚之后,唯一不方便的可能就是,我婆婆没有办法给我继续带孩子了。 但孩子可以送托班,可以请育儿嫂,可以麻烦我妈来照顾。 这样一算,我就发现,我的生活,好像离了秦宇也没什么不行。 如果不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的话,我诚心诚意地给秦宇发了一条微信,坦承了我目前的想法。 我嫁给你的时候,并不图你大富大贵,现在,我依旧这个想法。 我希望夫妻间可以互相扶持,互相体谅,共同抚育孩子长大。 我希望你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改变。 如果你拒绝改变,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 发出去的时候,我是真心实意地,在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总记得,曾经那个因为我答应跟他在一起,就满眼通红,喜极而泣的少年。 那人曾说过,他会永远对我好,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永远不让我受委屈。 现在,我不知道,他还再不在了。 我的微信发出去之后便如石沉大海。 在我见次失望之际,秦宇便来接我下班了。 他像没事人一样,笑嘻嘻说,你气性咋这么大? 我被你浇了一头水,都没怎样? 你这个行凶的倒委屈上了。 我跟你道歉,是我做错了,行不行? 今天,我特意跟妈说了,让她晚上帮你带回孩子,我带你去松快松快。 我纠正她,孩子是咱俩的,啥叫帮我带孩子。 她一愣,脸色闪过一丝不快,但还是隐忍着说,行行行,帮咱俩带孩子。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咱俩夫妻一体,你还老跟我分什么你我,这不是让人生分吗? 她嘟嘟囔囔的,却诚然忘了,假使真的夫妻一体,不用分你我,怎么没见她把她的房子写上我的名? 我知道,她还是没有意识到她的问题,但她毕竟在努力做出改变,我也不想扫兴,就没有再说什么。 知道,我发现她所谓的好好跟我吃顿饭,竟然是给她兄弟的三过生日。 在秦宇把我带进那家高级酒店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想原谅她的。 这家酒店已贵出名,人均没有两三千下不来。 所以我在大堂里就打去问她,请我松快松快,真舍得花四五千。 秦宇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很快说,老婆,你又上班又带小孩,确实辛苦。 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放松一下,咱们就别想别的。 我不已有她,跟她进了单间。 结果一进去,就发现房间里已经坐满了人。 主座上,坐了一个面若桃花的年轻女孩。 她旁边,坐着秦宇的发小刘月。 两人贴着脸说话,看上去亲密无间。 看见这个场面,我心里已经明了。 这根本不是秦宇给我道歉的局。 见我和秦宇进门,刘月马上起身,拉着那女孩的手就冲我们走过来。 先是介绍说这是她的女朋友,后给女孩介绍我和秦宇,介绍一下哈。 我发小秦宇,她媳妇苏和。 谢谢你俩来参加雪儿的十九岁生日会。 听了刘月的话,我本能地想吐。 不为别的,只为刘月早就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是高攀了我们当地一个白富美,目前是两个孩子的爹。 我早听秦宇说刘月婚外不老实,没想到,她居然敢这么大张旗鼓,给女朋友办生日会。 我用余光扫拾了整个屋里的宾客,这才发现,其余洋溢着笑脸的七八人,全都是秦宇和刘月的发小。 其中还有两名女性。 秦宇很熟练地跟女孩打招呼,还介绍说,我老婆她们公司的网红可多了,到时候让她给你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去她们公司。 刘月则笑着,催那个女孩加我微信。 女孩笑意盈盈走到我身边,细声细气叫我姐姐,说特别感谢我能来她的生日会。 一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秦宇之所以会这么快跟我道歉,之所以提出让我松快松快,不过是因为她哥们的三想当网红,而我所在的公司,培养了很多网红。 而她之所以哈着刘月,也不过因为刘月是她的甲方,拿捏着她在公司的业绩命脉。 我只是秦宇用来讨好她哥们刘月的工具。 讨好的方式是讨好刘月的三。 望着女孩那张粉红的脸和秦宇阴切的表情,我只觉得一切都令我恶心。 想吐的感觉,令我本能地转身,想要往外冲。 我一刻都无法再在此地停留。 见我要走,女孩马上撅起嘴,而刘月马上冷了脸。 秦宇则心领神会一样,伸手拦我。 我执意要走,推开秦宇的手,却因为跟她拉扯,不小心撞到了餐桌上。 站立不稳,我本能地去服,却又不小心打翻了餐桌上的一瓶洋酒。 随着酒瓶落地,全场鸦雀无声。 紧接着,女孩袜地一声哭了,我的十九岁生日,呜呜呜,女孩一哭,众人都围上去安慰她。 我则趁机直接跑进了卫生间。 从卫生间出来,我才发现,秦宇和刘月居然一起在门口等我。 我要走,秦宇就拦。 我问她想干什么,她反问我想干什么。 苏和,今天是月歌女朋友的生日,你这么闹,想干什么呀? 人家好心好意请我们来一起庆祝生日,你倒好,拖着个死人脸,还把那么贵一瓶酒打翻了。 你知道那瓶酒多少钱吗? 九万八,九万八。 秦宇气急败坏,就差指着我鼻子了。 刘月则阴阳怪气,和解,打碎了酒,我不怪你。 但是,你把我的女人弄哭了,我今天就得找你说到说到了。 第一,我不打女人,第二,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要你给雪儿敬一杯道歉,酒我不用你赔。 望着这两个甜不知耻的男人,我的胃又在翻滚,但我必须把我的心里话,摔到他们头上。 我跟秦宇说,你知道你为啥不如刘月吗? 刘月为了个三,都能出来逼迫你老婆道歉,你还帮着刘月,你这辈子就当刘月的狗吧。 又跟刘月说,九万八是吧? 你老婆知道你在外面花九万八,买酒给三喝吗? 你一个坠婿,不守好难得,出来丢人现眼,我看你是好日子不想过了。 刘月被我骂中心事,立刻翻了脸,上手就把我往包间里拖。 秦宇,你老婆,你自己不会教育,今天我就替你教育教育。 我剧烈挣扎,可无奈没有刘月力气大,只能被她拖进了包间。 见我被拖进来,年轻女孩眼中闪过一丝嘚瑟。 刘月等秦宇也进了门,让其他人把我摁住,就去把门反锁了。 其中一个一边使劲儿牵住我的手,一边劝我服软,就到个歉的事,你非搞成这样,这是图什么呢? 赶紧跟刘哥说句软话,这个事就过去了。 我冷冷地弯了他一眼,你们这是非法拘禁,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除非你们今天晚上把我杀了,否则,连秦宇算在内,有一个算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刘月一个坠续,可包庇不了你们犯罪。 牵着我手的人明显被我吓倒了,连摁着我的手都松了。 我了解秦宇的这些朋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酒囊饭袋,别看平常在女人跟前腰五喝六的, 但真让他们到警察跟前走一趟,保管吓的话都说不利索。 他们现在这么对我,不过是因为从前没有遇到过跟他们硬杠的女人, 他们从前就看不惯我,看不惯我学历比秦宇高,看不惯我挣得比秦宇多, 更看不惯秦宇对我好。 刘月听他老婆的话,那是因为他老婆有个好老子,我有什么呢? 不过是个县城穷酸老师家的闺女,凭什么也要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他们看不惯,所以,他们要把我的尾巴摁下来。 可惜,他们小瞧了我,我的世界里就没有服软二字。 小时候我奶奶不喜欢我,污蔑我偷东西,我爸差点没打死我, 我也咬死不认自己偷了东西。 不但不认,我还破口大骂。 骂我乃是个老巫婆,骂我爸是个乌龟大王八。 骂偷东西的死全家,边瞎话的不得好死。 骂到前屋后舍都知道,我爸要打死他的亲闺女。 我乃是我们那片有名的泼妇,但在我面前也得甘拜下风。 如果这些人知道我的名头,我想他们肯定不敢来惹我。 在我的威胁下,那些人很快就放开了对我的钳制。 我冷冷地瞥了一眼秦宇,原打算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后再送他们报复大礼包。 但刘悦显然不打算放过我。 她脸上浮现出恶毒的笑意,对着秦宇说, 秦宇,你老婆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你他妈的管不好,你老婆,以后就他妈别跟我们一起玩。 秦宇脸上骤然一僵,而剩下的几个狗崽子也心领神会。 兄弟假说,可,原来我以为找个大学生老婆,能有啥不一样呢? 原来真的不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还不如找个懂事的漂亮姑娘。 兄弟已说,你这是找老婆吗? 你这是找了个老妈呀,天天管东管西,这不让干,那不允许。 你们俩睡觉是不是她也得在你上头啊? 其他人哈哈大笑。 秦宇脸色已经黑如锅底。 刘月泽泽有声,人家是个独立女性,我原本以为她受的教育多,现在看,还真的不够多。 我知道她们想干什么。 她们想激怒秦宇,逼她对我动手。 这样既收拾了我,又跟她们撇清了关系。 好笑的是,她们也达到了她们的目的。 我分明看见,秦宇的拳头都捏起来了,她被她们的话刺中了心脏。 可见,她们说的,正是素日里秦宇所想的。 我望着眼前的秦宇,突然想到一句话。 人不是一下子烂掉的,每一个人的腐烂,都是从根部,慢慢腐蚀,向上,等到外表都能看到烂斑的时候,恐怕这个人已经烂到根了。 可笑的是,就在今天白天,我还在试图挽救我们的感情。 我根本不知道,我爱的那个人,早就死了。 就在这时候,刘月发话了,她问秦宇,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今天你是自己教育你老婆,还是我替你教育? 秦宇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就说,她自己来教育。 在我的怒视中,秦宇慢慢向我走来,立声问我,你道歉还是不道歉? 我用出全身力气,告诉她,我们离婚吧,傻逼。 我转身就走。 秦宇在我身后大喊,你给我站住,我当然不听她的。 秦宇跟上来,扒拉我,你说什么? 离婚? 你搞得我在兄弟面前毫无面子,你还敢提离婚? 他们说得对,你这个女人就是欠收拾。 秦宇高高扬起地手甩在我脸上,我猝不及防被打了一个耳光,你今天必须给刘岳道歉,你不道歉,就甭想给老子离开这儿。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被人扇耳光。 与疼痛比起来,更多的是羞耻感。 我的脸上像起了一层火。 我发愣的时候,秦宇像打上了瘾,另一个耳光又狠狠地甩了过来,就你长嘴了。 你不是刚吗? 不是矫情吗? 今天老子就治治你的公主病。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脸上的肌肉都在颤动,显然是恨我恨到了极处。 而刘岳和他的兄弟们,则一由未尽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每个人眼睛里都闪烁着期待,嘴角带着隐秘的微笑,就差给秦宇摇齐呐喊了,揍他,揍他,揍他,狠狠地揍他。 这个女人就他妈的欠揍。 我仿佛听见他们心底的声音,这是一群男人对一个女人围猎的狂欢。 我知道我应该退避,但我实在太生气了。 就凭他们是男人,他们力气大,我就该退避吗? 去他妈的。 我仿佛听见我血管里的血流爆破的声音。 我冷冷地望着秦宇,道歉。 我狠狠顶上他的裆布,在他发出的哀嚎中,我说, 好啊,我道歉。 我随手操起最近的酒瓶,框一声就往刘月的头上甩去,这么道歉,够不够啊? 一个盘子,飞向狗腿子甲,淋了他一头菜汤。 这样,够不够? 一个水壶,飞向狗腿子椅,烫得他嗷嗷叫唤。 还是这样,一时之间,整个包厢里,噼里啪啦响作一片。 服务员很快破门而入,被里头的景象惊呆了。 而我抓紧最后的时间,用酒瓶又给了秦宇一下,把他整个杂蒙了,道歉。 你们这群狗比配吗? 你和你这帮所谓的兄弟,不过都是刘月的狗。 你们这群狗仔子,长得像个人,其实猪狗不如。 你们尚赶着给刘月的三过生日,不就是因为刘月是你们的甲方吗? 为了点钱,脸都不要了,管三姐叫嫂子,这么喜欢三姐,怎么不领回去给自己当妈呢? 一群围着屎巴巴的苍蝇,恶心。 我当着这群人的面,把他们有意的面具戳破,令在场所有人都很没脸。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又尴尬又愤怒,精彩极了。 因为我们砸坏了酒店的东西,酒店方面报了警。 警察很快来了,我立刻揪住秦宇,把他和他兄弟们一起暴力对我的事情全说了。 因为要做笔录,除了我和秦宇之外,饭局上所有人也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刘月和那群乌合之众,是前后绞尽的派出所。 他们一起大摇大摆走进来,仿佛很笃定,警察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秦宇则一直在看刘月,我知道,她这是习惯了做事前看刘月脸色。 可刘月看都没看秦宇,深渊一样跟警察说,她是个守法公民,绝对没做违法违纪的事情。 原本呢,今天我是叫一帮兄弟来一起乐呵乐呵。 谁知道秦宇和他老婆当着所有人面就吵起来了。 吵着吵着,秦宇的老婆要走,我当大哥的,不能不管。 刘月的谎话,张嘴就来,我就想让他俩把心结打开,才把他老婆劝回了包厢。 可能我动作大了一些,毕竟我是个操老爷们,但是我真没打他,绝对绝对没有动手。 说着说着,他脸上居然还显露出一丝丝委屈。 你们可以看录像吗?饭店走廊都有录像。 等他说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刘月就是笃定了他对我的拉扯够不成证据,才敢明目张胆地信口辞谎。 警察应该也是见惯了这种无赖,很快将他和其他人分开,让他们分别去做了笔录。 与此同时,另一队警察也调阅了酒店走廊的监控录像。 可据执法的同志说,监控录像只能证明刘月拖着我进了包间,并不能证明他打了我。 而且,其他人的笔录也都声称我和秦宇本来就在吵架,并不是因为饭局上的事情吵。 警察们很同情我的遭遇,但因确实没有他们打我的证据, 最后只好把其他人都批评教育了一番,就让他们走了。 而秦宇虽然打了我耳光,可我也用酒瓶砸破了他的头,警察判定,我们这属于互殴, 如果两个人都同意调解,就可以直接签字走人。 因为想着我应该尽快把孩子带走,我选择了同意调解。 从派出所出来之后,秦宇居然第一时间给刘月打了个电话。 尽管电话那头的刘月根本看不到秦宇的样子,但秦宇还是在点头哈腰着跟刘月道歉。 夜里安静,我听见电话那头的刘月说,闹成这样,咱还怎么处? 你老婆这腰扭笔,我看你也不需要我这种兄弟。 哥奉劝你一句,老婆你还是要管好,不该说的不要说,要不然动不动搞到派出所,大家都扫兴。 秦宇一个劲儿叫哥,说自己错了,可对面还是挂了电话。 我冷冷听着这一切,痛快地招停了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我更坚定了一件事,刘月和那些狗腿子们必须被我整倒,我要让他们不死也掉十八层体。 至于秦宇,我更加不会让他好过。 但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只能暂时再忍一下。 回家之后,婆婆和孩子已经睡了。 我开始迅速收拾行李,准备带着熟睡的孩子一起离开这个家。 我已经打定主意,先转移孩子,再跟秦宇谈离婚。 可就在我马上就要离开家的时候,秦宇回来了。 他手里捏了两个空酒瓶,醉眼通红,嘴里骂骂咧咧,把这一切怨到我头上。 姓苏的,你天有好日子不过,非要搅和事吧。 你看我兄弟多,路子广,马上就要比你挣钱多了。 你天故意坏我,是不是? 你知道我为了让刘月把喜护这块的渠道给我,费了多少劲吗? 我在他面前滴三下四,我为了谁?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怎么就不能低一低头? 让你去给刘月的女朋友过个生日,就这么难。 怎么别人都能过,偏偏你不能。 搞砸了,全搞砸了。 TM一切都被你搞砸了。 说着说着,秦宇哭了。 看他这副窝囊模样,听着他这混乱的逻辑, 我觉得我们根本无法交流。 就在我想尽快摆脱他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我的行李箱, 继而突然大怒,苏和。 惹出来这么多事情,你想一走了之。 你把我的生活全毁了,就想走。 没门。 借着酒劲,他挡在我身前,我动一步,他赌一步。 无奈,我只好平静地跟他说, 你喝醉了,有什么事,等你清醒了再谈。 秦宇好像从我脸上看出了某些苗头, 他很敏锐地问,你不会是真想跟我离婚吧? 我没有否认。 而我的不否认,令他面上灯石就青筋四起,臭婊子。 你凭什么跟我离婚? 你凭什么不要我? 不知为什么,就在秦宇叫我臭婊子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他跟我告白的那天。 那天,我们第一次一起看电影, 电影结束,他跑到台上,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请求我跟他在一起。 当时他说,他会给我幸福,绝不让我受委屈。 台下虽然都是素媚平生的陌生人, 但有好几个女孩都被感动哭了。 才没过几年,当年这个人, 如今不但家暴我,还管我叫臭婊子。 秦宇直勾勾盯着我, 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回答。 因为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所以我要离婚。 他仿佛听不懂一样,呆愣愣看我。 当初我嫁给你,什么都不要, 就是图你对我好。 现在的你,除了伤害我, 什么都给不了我了。 所以,离了吧。 我尽量平静地去表达, 但其实内心非常悲伤。 听了我的话, 秦宇的表情突然僵了, 但很快,他就开始疯狂大笑, 苏和呀苏和, 你是个什么东西呀, 跟我说这些屁话。 嫁给我, 你还想要啥? 你一个跟前男友同居了两年, 跟二婚差不多的女人, 除了我谁会要你。 你TM肚子里死没死过人我都不知道, 我娶你, 你还想让我花钱。 真TM有意思。 狂笑过后, 秦宇久禁上来, 伸手就想掐我脖子, 被我躲开。 他已经完全醉了, 虽然瘫倒在地上, 却还在警告我, 明天一大早, 你就给我去跟刘月道歉。 你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求他原谅, 否则, 我弄不死你。 我苦笑, 这个男人, 已经不算个人了。 秦宇, 明天醒了酒, 咱俩去办离婚。 听到离婚这两个字, 秦宇一下子把手边的酒瓶砸到了天花板上。 孩子听到声音吓得哇哇大哭, 婆婆也被惊醒, 抱着孩子跑了出来。 见了婆婆, 秦宇虽然站都站不起来了, 但嘴却还硬着, 给老子滚蛋。 你滚了, 可千万别求着回来。 你带着一个赔钱货, 我看还有谁会要你。 我从婆婆怀里抱过孩子, 拉着行李箱就走了。 坐在去宾馆的车上, 我泪流满面。 但我也很清楚, 我仍然是幸运的, 还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这让我和孩子不至于无处可去。 孩子哭累了睡了, 我这才发现, 抱着孩子, 我的手一直在抖。 我心里一直在思考, 秦宇到底怎么了? 当年的他, 和现在这个他, 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我和秦宇是大学同学, 我的初恋是他的室友。 大四那年, 初恋劈腿。 失恋的我, 伤心催肝, 一个人考上了上海的研究生。 散伙饭的时候, 秦宇过来加我微信, 说他找到了上海的工作, 以后我们都到了上海, 说不定能有个照应。 之后, 我们确实都去了上海, 秦宇经常找我, 请我吃饭, 请我看展, 我们才慢慢变熟悉。 后来他追我, 我才知道, 原来他整整暗恋了我四年。 他说, 他是为了我才来的上海, 并不是找到了工作才来的上海。 那个时候, 我虽然有点感动, 但总觉得他目睹了 我和初恋的分合, 怕他介意。 但是他跟我说, 初恋失去我, 是初恋不懂珍惜, 他会珍惜我的。 我还是没答应。 直到我毕业后, 第一份工作, 累到崩溃, 发烧四十度, 他扛着我去医院, 照顾了我一个多礼拜。 他照顾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甚至连内裤都帮我洗。 我很难不感动。 我知道他家里条件一般, 能力也一般。 但我跟他在一起, 原就不是图荣华富贵。 我觉得我不缺头脑和手脚, 什么样的日子靠自己挣不来。 我选他, 原本就图他对我好。 就这样, 在上海打拼的第二年, 正好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 我同意跟他回了他老家所在的二线城市。 然后, 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 他爸爸刚好动手术, 他说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问我能不能不给彩礼。 我心疼他, 同意了。 他当时说, 娶到我是他的福气, 会一辈子对我好。 现在看来, 是我太傻了。 我竟然试图相信一个男人的誓言。 我搂紧怀里的孩子, 告诉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允许自己为秦宇掉眼泪。 从今以后, 他在我的生活里就算翻篇了。 我找了一家高档宾馆, 安顿好孩子后, 第一件事就是给刘悦的老婆迟娜娜打电话, 告诉她今晚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地方的很多女性, 对于老公出轨, 一直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只要你还肯回家, 我便当外边的事情不存在。 迟娜娜虽然是个富家女, 但从前聚会接触下来, 她也是一副贤妻良母的做派。 我不知道告诉她对不对, 不知道她会不会怪我多事, 但我总要尽我自己的心。 如果她知道后, 跟刘悦彻底闹翻, 这与她与我都是大好事一件。 如果她知道后, 依旧选择跟刘悦继续过, 那我也尊重她的选择。 迟娜娜听我在电话里将事情复述了一遍, 整个过程, 她一句话都没说。 等我全讲完了, 那边也只回了我三个字, 知道了。 然后便把电话挂了。 我叹了一口气, 为没有争取到迟娜娜的统一战线, 而感到一丝遗憾。 但我很快便打起精神, 准备好好睡一觉。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总会想到办法收拾刘悦的。 第二天, 等待我的果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还没睡醒, 秦宇就给我打电话。 她急赤白赖地质问我, 你是不是有病? 为什么要跟刘悦的老婆说昨天的事? 刘悦她老婆让她净身出户你知道吗? 刘悦完了, 她是我公司的大甲方, 她完了, 我也完了。 你怎么就这么不盼着我好? 娶了你, 我真是到了八辈子血眉。 这个剧情走下,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直接笑出了声。 我的快乐刺激了秦宇。 她像一只狗一样狂叫起来, 你他妈还有脸笑, 老子被你害死了, 你知不知道? 我笑得更大声了, 电话就是我打的, 我就是想让你们这群狗东西付出代价。 赶在她继续狗叫之前, 我抢先挂断了电话。 我神清气爽地起床, 很快就接到了迟娜娜的电话。 她问了我在哪, 说要当面谢谢我。 很快, 我就在宾馆里见到了她。 估计是经过一夜大战, 她看上去略有一些憔悴, 但却并不哀伤。 吃着老娘的, 喝着老娘的, 还敢给老娘玩花花, 真是好大的狗胆。 老娘不过是看她长得好, 给她了个好脸, 就想骑在老娘脖子上拉屎, 真会气。 让她滚了, 清静。 平日里, 文静, 淑女的迟娜娜, 一口一个老娘, 竟然丝毫不觉得违和, 反而多了一丝潇洒。 我忍不住表示, 原来, 真实的你是这样的呀, 这样可真好。 迟娜娜看着我, 突然红了眼眶, 我十八岁认识她, 她说, 喜欢温柔淑女, 我在她面前便在不肯高声说话。 那个时候, 她对我多好啊, 她去当兵, 每天都给我写日记, 她当了四年兵, 就给我写了一千多篇日记, 偏偏都有我, 心里都是我。 她跟我求婚的时候, 说会一辈子对我好, 谁想到, 这才多久啊, 她就在外头养小三。 她可能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 此时终于崩溃, 大哭起来。 她哭得让我眼热。 我将她搂在怀里, 拍拍她的背, 不瞒你说, 秦瑜也跟我说过, 她会一辈子对我好。 可能男人的誓言, 都是批发的吧, 不值钱。 迟娜娜在我怀里抬起头来, 愣愣地看着我, 连这种当兜上的我们, 是不是傻逼? 我是不是恋爱脑, 会不会被骂死?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这个问题, 因为连我也不知道, 自己算不算是个傻逼。 相信真心有什么错呢? 错得从始至终, 都是那个辜负真心的人呀。 迟娜娜临走的时候, 给了我一套房子的钥匙, 让我免费住。 得知我的孩子暂时无人照看, 甚至还贴心地介绍了, 她曾经用过的一个育儿嫂, 给我让我过渡两天。 这不比老公好时。 我跟迟娜娜说, 她是我永远的姐。 她对我神秘一笑, 这算啥? 等我几天, 真正的大礼还在后头呢? 看她促侠的表情, 我不禁心里对刘月和秦宇捏了一把汗。 我请了三天假, 搬进了迟娜娜的房子, 又将我妈叫来带孩子。 就在我以为我的新生活步入正轨的时候, 秦宇差点又将我送入深渊。 恢复上班第一件事, 我就是给秦宇打电话, 约她谈离婚的事。 谁知道, 她在电话里又跟没事人一样, 问我, 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就离婚, 至于吗? 不仅如此, 她竟然还有脸, 到我公司找我。 她仿佛已经忘了那些发生过的不愉快, 甚至还给我带了一束花。 那是我最喜欢的白玫瑰, 足足有九十九朵, 这是婚后再没有过的待遇。 我还记得婚后第一个情人节, 她请我看电影。 我望着几乎每个女孩手里都捧着的玫瑰问她, 我的花泥。 她却嬉皮笑脸地表示, 都老夫老妻了, 还买那玩意干啥, 怪浪费的, 马上就要有孩子的人了, 得学会节约了。 那个时候, 我心里不是不生气的, 但为了不扫兴, 也都忍了下来。 现在, 我望着她手里的玫瑰, 只觉得讽刺。 原来, 她不是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让我高兴, 只是在那时那刻, 她不想罢了。 她将玫瑰呈到我面前, 脸上是熟悉的嬉皮笑脸。 哎呦喂, 还没消气呢, 你这气性也太大了。 出轨的又不是我, 你至于离婚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心里只有你, 离了你我都活不下去, 你跟我离婚, 你舍得呀。 她将那捧玫瑰塞到我手里, 富裕的香气熏得我想吐。 我没有接玫瑰, 任玫瑰掉到地上。 秦宇脸色一沉, 但很快便弯腰, 将玫瑰捡起来, 又要塞给我, 我打你是我不对, 但你也打了我是不是? 你打得我还更严重呢? 我都气消了, 你还气啥? 再说了,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火, 是不是? 我那天发火, 是因为你太任性了。 就拿刘月这是来说, 我八戒刘月, 八戒刘月的三, 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咱这个家。 我就能受委屈, 你咋就不能受? 你都是做妻子的人了, 怎么就不能为我吃一点委屈呢? 她的话实在让我恶心透顶。 她的这套腐烂透顶的价值观, 从前我只是揣测, 都觉得恶心。 现在她竟然理直气壮地 拿到我面前来要跟我邀功。 我忍无可忍让她, 滚。 秦宇大概觉得她的面子又受到了挑衅, 脸色重新变得很难看, 你差不多得了啊。 这句话的前台词分明是 别给脸不要脸。 我直视着她,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让她滚。 整个公司同事的视线 纷纷向我们聚焦。 秦宇勃然变色, 你别后悔。 我说, 明天民政局离婚, 谁不去谁是孙子。 第二天, 我去民政局等她离婚。 但是却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说秦宇趁她带孩子下楼的功夫, 把孩子抢跑了。 还没等我给秦宇打电话, 秦宇竟然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秦宇正按着孩子的屁股打, 孩子哇哇大哭。 而秦宇边打边骂, 让你不学好, 什么玩意都吃, 不给你个教训,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规矩。 我惊怒娇家, 万万没有想到, 秦宇这个王八蛋竟然会用孩子威胁我。 孩子哭得我心都碎了。 我给秦宇打电话, 质问她对孩子做了什么。 但秦宇却吊儿锅当地表示,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 离婚可以啊, 孩子归我。 不是我说, 孩子被你都惯得不成样子了, 离婚之后, 我可得好好教育教育。 她的重音落在教育上, 刹那间。 我明白了秦宇的同意, 她在用孩子要挟我, 不准跟她离婚。 这个流淌着我们的血脉, 本应是我们爱情见证的孩子, 此时成了她刺向我的血淋淋的刀。 但是这把刀是如此好使。 理智告诉我, 此时最明智的做法, 是拿出不在乎孩子的态度。 哪怕假装也要装出不在乎。 可是, 我做不到。 这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宝贝, 是我日日夜夜呵护着长大的心肝。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 我听见自己尖利的声音, 秦宇, 你有什么冲我来? 她才一岁, 你再感动她,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秦宇冷哼一声, 苏和, 离婚我是不会放弃孩子抚养权的, 现在才刚开始呢。 她怕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迅速想办法。 孩子才一岁, 在我有经济能力抚养的情况下, 孩子判给我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如果秦宇胡搅蛮缠, 坚决主张孩子的抚养权, 孩子判给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我不敢赌这个可能性。 秦宇恨我, 他不会对孩子好。 孩子判给他, 只会让孩子成为他手里的人质。 我现在无比后悔生了这个孩子, 将自己和孩子陷入今天这个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是, 我是妈妈。 我必须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冷静下来之后, 我还是先报了警。 警察同志虽然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 但这场强子风波, 还是毫无意外地被定性为家庭内部纠纷。 第一, 我跟秦宇还没有离婚, 现在孩子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他作为孩子的父亲, 有权利抚养孩子。 第二, 秦宇打孩子的视频, 也无法定性为家暴。 因为从视频上来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家长, 因为孩子做错了事而教育孩子的一个常规手段。 我跟警察强调, 秦宇是在用孩子威胁我。 警察爱莫能助地看着我, 您的心情我们理解, 但是现在侵害并未发生。 你们大人的矛盾, 建议你们好好协商, 不要牵扯孩子, 以免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 秦宇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警察同志, 我老婆就是神经病, 她就是被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田园女权给洗脑了, 整天在家里找事, 无缘无故闹离婚, 让孩子受苦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胡乱往我头上扣帽子, 真是冤死我了。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为了孩子, 我还是愿意再给她个机会的。 只要她不再提离婚的事, 我们就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多好。 相亲相爱四个字, 直接给我整笑了。 再次跟警察确定眼下的情形, 属于家庭内部纠纷之后, 我离开了警察局。 秦宇追上我, 对我冷笑, 我劝你别整别的幺蛾子, 你跟你妈孤儿寡母的, 拿什么跟我斗。 呵, 原来如此。 她早就计划到了一切。 我妈早年跟我爸离婚, 我是独女, 又是远嫁。 看上去, 我们在这个城市, 甚至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可以被随便欺负的杂草。 但她算错了。 我妈是乡村女老师, 她在教书的时候, 不知道帮过多少留守儿童, 那些孩子都叫我妈留妈妈。 现在, 这些留守儿童散落在各地, 但只要我妈召唤, 他们就会随时出现。 我妈挨个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有男有女, 有大老板也有农民工。 曾经, 我妈把属于我的饭分给他们吃, 把属于我的衣服分给他们穿。 现在, 他们要来守护我了。 我们一行人, 十二辆车, 直接冲进原来的小区。 趁我婆婆在外面遛孩子的功夫, 把孩子抢走了。 我让我妈带孩子先走。 我婆婆哭天腔地地给秦宇打电话。 不久之后, 秦宇从楼下窜下来。 然后, 我的兄弟姐妹们一窝蜂地上去, 摁住了他, 让我一顿乱山。 很快, 秦宇的脸变红肿不堪, 鬼哭狼嚎。 我边善边骂他, 我看你妈把你惯得不成样子, 一点难得都没有。 你妈不教育你, 我只好替她好好教育教育你。 棍棒底下出贤夫,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 我想好了, 你不是不想离婚吗? 我也不想离了, 我觉得这么揍着你玩, 挺好。 以后我生气了, 不高兴了, 我就把你拎出来揍一顿, 疏干解气。 等我揍完了, 秦宇也被放开了。 他指着我破口大骂, 毒妇。 我要报警, 我要把你们都送进去。 我嘻嘻一笑, 随便报吧。 随即, 我又在兄弟姐妹的护送下, 直接上了楼。 这个房子的装修, 家电, 全是我的陪嫁。 现在要离婚, 我当然不能便宜了秦宇。 我噼里啪啦一顿乱砸, 主打就是听一个响。 秦宇和我婆婆心疼得差点晕了过去。 他们报了警, 但虽然我们人多, 但真正动手的只有我一个。 其他人充其量算是壮胆和拉架的。 而且秦宇的伤虽然看着害人, 但只是被伤耳光, 除了疼点, 也并没有给她的肉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侵害。 况且, 我还拿出了房子装修, 购买家电的收据。 所以, 这场闹剧, 最终还是被定性为家庭纠纷, 希望我们内部解决。 解决的方式就是, 秦宇要求离婚。 房子, 钱, 你一个也别想要。 我哈哈大笑, 你的破房子, 我住在里头还嫌晦气, 留着给你当棺材吧。 存款, 你少给我一分, 那正好我还不离了。 我觉得揍着你玩也挺好, 毕竟咱俩有那张正, 我怎么揍你, 都是家庭内部纠纷。 看着秦宇灰白的脸色, 你甭说, 还挺过瘾, 还没等我跟秦宇彻底领离婚症。 我又接到了迟娜娜电话, 让我去接受惊喜。 我被车接到饭店的包厢, 发现迟娜娜把那天欺负我的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了, 也包括秦宇。 她让他们挨个跟我道歉, 量量组队, 互相善巴掌, 谁的巴掌善得响, 就代表谁毁过的心, 最实在。 我这个人喜欢实在人, 谁最实在, 就跟谁签合同。 那些狗腿子们原先为了合同, 可尽巴结留约。 现在为了合同, 就可尽护膳。 刘月和秦宇组队, 直到他俩互相把嘴巴扇出血。 迟娜娜才喊了停, 他笑嘻嘻地转头看我, 你看他俩像不像狗啊? 你别说, 还真像。 他又转头问那俩狗, 你们到底离不离? 那两人痛哭流涕地表示, 离。 我们一起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虽然还有三十天冷静期, 但我想他俩谁也不想冷静了。 番外, 从民政局出来, 刘月和秦宇打起来了。 刘月骂秦宇,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从小就是个窝囊废, 长大了还是个废物。 秦宇骂刘月, 不过是卖屁股的软饭男, 现在连屁股都卖不了了, 有什么资格说自己, 不愧是好兄弟。 他俩骂起来, 句句都往对方心, 窝子上戳。 两人越打越凶, 最后刘月捡起水果摊上的刀, 划了秦宇的腰子。 秦宇破了肾, 刘月进了监狱, 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借月 您的非同期。 请不吝点赞 刘月